大家好,我是艾迪 对于黑白照片的喜爱 源于我第一次在博物馆看到 大师级风光摄影师 Ansel Adams的作品 叫做Moonrise 黑与白强烈对比下的那种震撼 直击我的小心脏 谁知道当时就是多看了这么一眼 从此就再也拔不出来了 随后我想着了魔似的 花了很多的时间 去研究黑白照片的处理方法 为了练习我还拍摄了一个 叫做365加1的摄影计划 在后期手法上 我也受到了Ansel Adams的影响 偏爱高对比度的效果 在他儿子的采访视频里边 我了解到Ansel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 在暗房里边冲洗照片 反复调整细节和曝光 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大师级的作品 相比之下我们是幸运的 数码相机加上一台电脑 只花费不到半个小时 就可以完成一张照片的后期 今天分享的内容呢 就是在数码安防Lightroom当中 后期黑白照片时 所使用的一些小技巧 这张照片呢 是我拍摄的建筑大师Fran Garrett 在纽约下城区的作品 这张呢 是处理黑白之后的效果 这位建筑大师的作品呢 遍布全世界 风格呀 基本上都是金属表面和曲线的设计 有一种置身未来的感觉 在这张照片的拍摄手法上呢 我使用了长曝光 在白天来拍摄这座建筑 快门呢 使用了20秒 在等待的过程中啊 可以看看周围的街景 享受一下拍摄的过程 在白天拍摄长曝光的好处呢 是可以让天空的云虚化 并且呀 把云移动的过程呢 全都记录下来 这也是让我最着迷的效果 这种效果呀 让整张照片有一种抽象和神秘感 更能体现这座建筑表面的那些线条和质感 下面呢 就开始处理这张照片 在lightroom当中呀 把彩色照片转化为黑白照片的操作呢 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在基本面板里边 将处理方法选择为黑白模式 转换之后呢 大多数与颜色相关的选项呢 就会失效 例如鲜艳度和饱和度 就无法再使用了 后期的第一步呢 是先对照片整体的基础曝光呢 做一些调整 目的是让整个的照片 该亮的部分呢亮起来 该暗的部分暗下去 黑白照片的基础曝光 是整个后期的核心 想要调出高对比度的照片呢 就要在曝光上下手 对比度的设置啊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加强了照片整体的对比度 这在普通的彩色照片当中 是不可能调到这么高的数值的 但是在黑白照片里 我甚至可以调整到100的对比度 黑色和白色色阶设置啊 可以进一步的增加对比度 黑色色阶呢 让照片当中阴影的部分变得更暗 而白色色阶呢 提高了亮部 在高光不过曝的情况下 可以尽量的提高白色色阶 在调整黑白色阶的时候啊 可以按下键盘上的Option键 PC电脑的Alt键 这样呢就会看到一个高光的提示 白色的部分会变得越来越多 说明这些部分呢 已经过曝了 所以呢我只需要调整到 有一点点白色 并且观察制风图并没有过曝的现象 所以它是刚刚好的 黑色色阶也是一样的 黑色的部分变得越来越多 说明这个部分的颜色呀 已经变得死黑 完全丢失掉了细节 去朦胧设置呢 在黑白照片当中 也可以起到过滤杂光 增加对比度的效果 但是不建议使用太多 会让照片呢 显得特别的脏 所以在这里面 我只增加一点点就可以了 这样调整之后啊 照片的基本轮廓呢 就出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进行细节的调整 增加一些质感 基础曝光定调了之后呢 就是细节部分的调整了 在建筑照片当中啊 我经常会使用 纹理和清晰度这两个设置 纹理呢 可以增加建筑局部的细节 让表面那些精美的设计呢 变得更生动 随着我对纹理设置的调整啊 可以看到建筑表面的这些 细节纹理呢 会变得越来越有立体感 但是呢 同时呢 会增加天空部分的细节纹理 所以纹理的调整啊 也不适于增加的太多 以天空部分为一个参考标准 如果天空部分已经变得特别的脏了 那么我们就往回调一点点 清晰度设置是加强照片当中 所有边缘部分的对比度 过度使用呢 会让照片周围有一圈光环 看上去呢 非常的不自然 光调整 这两个设置啊 还不够 处于阴影部分的这些细节呢 不能够被体现出来 特别是侧面的这些曲线 所以呢 需要对阴影的部分呢 进行曝光的二次处理 可以通过添加镜像滤镜 来对局部的曝光和对比度 进行微调 就是这个小圆圈的图标 然后 拉出一个适合的区域 选择这个区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调整 这个区域的曝光度 提高对比度 可以像刚才一样的 提高白色色剂 然后降低黑色色剂 觉得效果不好呢 可以再把它的范围 拉得更大一点 在使用镜像滤镜之后呢 会发现 有一些非常细小的边缘 镜像滤镜是不太能够达到的 这个时候呢 可以选择调整画笔 来进行手动涂抹 它的设置方法呢 和镜像滤镜是几乎完全一样的 区别在于 镜像滤镜只能固定在一个圆形 或者是椭圆形的范围之内 而调整画笔啊 相对来讲 可以更自由地选择 大小和涂抹的方向 画面左侧的光线呢 过于强烈了 因为这个是太阳照过来的方向 所以呢 我可以添加一个渐边滤镜 来降低曝光的同时呢 还可以增加对比度 让云点得更明显一点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范围蒙版 让它不影响暗部的部分 也就是建筑的部分 通过基本设置呢 和局部的一些调整 质感和细节 以及整体的曝光呢 就调整完毕了 黑白照片当中啊 虽然看不到颜色的存在 但别忘了 RAW文件呢 在保存的时候 仍然是有颜色信息的 当照片转换为黑白模式之后呢 原本的HSL颜色设置 就会变成了黑白模式 在黑白混合设置中啊 可以控制照片的原色彩 来调整单一色彩的曝光度 这和彩色照片当中的HSL功能呢 非常的类似 在黑白照片当中 控制颜色的意义是什么呢 当蓝色的天空被转换为黑白之后呢 原本的蓝色呢 就会变成很深的灰色 因为这张照片的原片呢 就是整体都是非常非常蓝的 所以在这里呢 调整蓝色呢 它影响了几乎整张照片的缩掉 这下面啊 有一个自动按钮 其实它挺好用的 如果对黑白混合的调整 拿不准主意的话呀 可以先点击这个自动 来看看它调整的效果好不好 再进行手动的微调 在黑白混合模式当中呢 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小圆圈 例如我想要让天空的这个部分变得更暗 我可以点击这里 上下拖动鼠标 你可以看到它影响了蓝色和一点点的紫色 黑白照片另外一个经典的效果呢 就是暗角和颗粒 在效果面板当中啊 可以添加这两种效果 模拟胶片当中的复古感 暗角设置的默认模式呢 是高光优先 在大多数的案例当中啊 都很实用 也可以选择绘画叠加和颜色优先模式 来查看不同的效果 看一看哪个效果更适合自己的这张照片 在这张照片当中呢 如果我想要很深的暗角呢 很显然高光优先模式呢 更符合 但如果喜欢这种淡淡的暗角呢 好像绘画叠加的形式 更有意思一点 以上呢就是调整一张黑白照片时 后期的相关小技巧 曝光 质感 颜色控制 缺一不可 黑白照片的经典之处呢 就是在于光与影之间的关系 这也是练习 调整曝光的好方法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在这里呢 分享我的旅行摄影技巧 和后期的修图教程 偶尔也会聊聊设备相关的使用心得 我们下期见